我们来看赵孟福每日一字 那我们今天呢来谈谈赵孟福呢 常常在他的行凯里面 就冒出几个比较草书的 草书呢 但是呢他并没有把它写得很草 所以呢我们常常把它归类成行凯 那所以先聊之下我们就聊聊行凯 什么叫行凯 其实造型有时候也是很草的 但是因为他写法并没有草得那么夸张 就我们把它归类成行凯或者行书 那如果今天整篇都是像这样寄望这样子 那整篇当然就是可能叫做行书 那如果说有时候是寄望啊 有时候像赤壁又这么正 像几乎像凯书 所以呢都有的话 我们就一人一半行凯这样子 那如果全部都这样我们就说都是行书啊 不会这样子 好 那基本上呢 如果说这样有有行又有凯这样整个画面上会比较 变化比较大 有时候呢会稍微潮一点 像这个书 可是呢在赵梦这里面没有草到哦 这个跌宕啊 很夸张 所以呢 一般呢我们不会把它归类成行草 我们把它归类成行凯这样子 好 闲聊聊聊到这边 我们来看一下 那如果有一些初学的有时候就会觉得怪怪的 这字是怎么来的 我们就稍微闲聊也看一下 那我们知道济染的济 本来我在这边写一下 有兴趣也可以练一下 如果用比较凯书的写法 我们知道是这个样子 好 那我还是写的比较流畅 今天我就先介绍济这个字就好了 好 那再来 怎么去变呢 我们说行书为什么会变这样呢 这应该要问问东京 王熙智他们 反正他已经做出一个标准 我们就跟着写 当然有时候会多一点 有少一点都无所谓了 反正最重要就是不要让人家误认别的字 好 那这里面全部省略掉 只剩下勾起来 左边加压 连这个点也不要 当然有时候 那个点 有时候我们也会写出来 好 这就看心情了 如果套语去台语就跨心情了 好 那当然 学到熟练之后 你自己想要怎么变也可以 好 比如说我想要多一个点 然后再回来 甚至这里再多一个点 再过来 好 这 然后几乎整个用笔还是 双梦符 这样不是又多了一个字 所以呢 这里多一个点 这样就一个字 这里多一点都多一个字 所以很多可以变化 甚至呢 改变这里横画 再明显一点 就是了 好 这是题外话 所以我们在学习的时候 有时候还是要多动动脑筋啊 就可以让你自己的一些想法 自然就会跑出来了 还是要回归我们的毛笔字 好 希望大家有兴趣啦 多多拿毛笔来写 不管书法都快要变成非常极少数人在玩的东西 而且很多细节的东西 大家渐渐都搞不清楚了 所以在这边希望能够让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留意一下 好 然后这个注意这个入笔都非常的重要 而且下去马上就要加很重 所以呢 为什么选这支笔 这支笔是属于尖好 尖好呢 比较柔软 但是又有尖的成分 这就狼好的成分会比较硬 好 柔软的地方我可以一压就出来 但是弹性又好又够尖 所以为什么选这个 好 大家记得我这样讲话 我把它写完了 这可不太简单